7月28日,零时至24时,我是新增大连市疫情关联病例一例,为7月27日确诊的大连市疫情关联病例的家庭成员,现将病例的具体情况通报如下。 某男,34岁,现住昌平区天东院北街道西山区,7月23日下午,被告知其岳母为大连市无症状感染者的密切接触者后,一家人开始居家隔离,其岳母被转送到集中隔离点进行观察。 7月27日,其岳母确诊后,该病例作为密切接触者,由120救护车转送至集中隔离点进行医学观察。 经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,随后由120救护车转运至昌平区医院就诊。 体温38.1度,结合影像学结果等7月28日确诊。 临床分行为轻型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